大家好,我是阿海,我现在云南七境 之前有网友让我帮他找可以开宾馆民宿的房子 今天刚好我们找到了 这个房子一共有六层,是载电器的 一层的面积就有120平 从二层的六层,每层的面积130平 每一层有五间房 每间房里面有卫生间,刚好可以坐宾馆民宿 往那边过去一公里就麒麟水箱 菜市场也在这旁边 这附近有渔宴,公交车,有学校 刚好在南偏西 所以这边人会慢慢的多一点 刚好就是前面这大栋房子 在这个街边,看这个楼层蛮高的 上面有电梯的 这边的地基是人家买下来 他自己往上面盖的 也是花了一百多万,线上去的 看这边的路面,街道是比较宽的 楼子建的比较宽,所以它采光会好一点 一共三个门面,三个铺面 这两个铺面也是,我们就往这边开了 这边进去看看 这边可以走楼梯,可以上上面往楼上走 那边有一间卫生间,那边是后门 这边就是电梯 电梯可以搭到七层 但是第七层的房东要用,他自己住 可以租从一层的铺面 到六层 然后太阳可以晒在这个房子里面 往这一间过来就是一个卫生间 也是墩坑的,洗手机还没装 上面吊钉也走了,只需要加个洗手机就可以了 这边水碟费会比较便宜 一层的铺面是比较大 这个铺面加那个房子租金里面 这等于一万块钱一年 上面的房间算下来等于两百块钱一个月 现在我们上电梯 先上六层,再上个二层,看看这边的后续 好了,我们现在进电梯 这个电梯可以做个七八个人 上面写着,这里可以做器人 这边就是可以上楼顶 等一下我们先看完房子 我们这边上楼顶,看看阳台 看一下房间 这些房子差不多15个平方左右 是这样的 这边有窗户 这个房子可以加个两个单人床 一米二的,可以加个一米八的床 它插座啊,这些都很好 然后这边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看下灯 卫生间它洗后池还没浇 但是有个镜子在这里 那边是洗澡 这一间也是差不多15平左右 太阳可以晒进来 这边就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大一点 这两个是太阳能 太阳能它都搞了这么多 就是明显是可以做宾馆民宿的 看一下位置 那边是廖寇山 这边是城区,城区很近的 就一两公里 这边是城中心位置 这边是在南边起 这个阳台是带这个太阳能板的 看这两个大汽水池 大层的户型 它每一层的户型都是一样的 这边是电梯口 这个是房间里面 房间是这样的 每间房的隔壁都是一样大 这边是卫生间 这边门口打开呢 从这边进来就可以进电梯 这边是一个侧门 这个侧门也可以关着 那边也可以做一个商铺 在那边 商铺都是两个前面门 看看这个路边啊 路边这边是做了类化的 门前呢这边都可以停车 现在停车是免费的 然后在边上呢 采光会比较好一点 它里面带电梯的嘛 这个房子呢是66000一年 可以签15年 每5年就适当涨一点房租 但是这个房子呢 房东说了必须要5年一付 5年一付一次 每5年就涨一点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